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非常的适合于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去进行一个勾织 这样的一个小微薄或者是小围巾 然后这边我所用到的毛线是一种毛线 不是两根毛线或者是多个毛线进行一个混织 而是刚好我选择的毛线呢是一个彩色的毛线 然后是一个粗针的毛线 这样的话呢就会勾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并且它的这个质感呢会毛茸茸一点 看起来呢也会非常非常的棒 实际上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里面这个毛线的话呢 是大概是50%的羊毛 加上50%的一个倔乙烯 一卷是我们的这个50米 大概就能够织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围巾啦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织好的这个成品 然后它是一个上下分开来的 就是头尾都是相分开来的一个围巾 如果你喜欢微薄的话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在最后的地方 头尾相互编织在一起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所需要的勾针的话呢 我们这边是选用了它推荐的一个这个9号勾针 然后9号勾针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会更加的粗一点 其实6号勾针到9号勾针的话呢 都是比较推荐的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要进行一个这个勾擦的一个基础针 大概是要勾 看你所喜欢的一个宽度吧 如果你喜欢的宽度比较宽的话呢 是这边要给的至少是要勾25针左右 如果是喜欢比较窄一点的话呢 是大概勾15针到20针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是16针 大概已经是有这么长 在邋遢的这个宽度的时候的话呢 是要稍微的松散一些 要不然的话呢 往下勾针的话会比较的困难 我们再继续往上再勾几针 因为我比较喜欢是宽一点的这个勾针 或者是宽一点的这个围巾 我们这边呢 是让它空两个 空两个往下走 然后直接是空两个这个针脚 往下直接给它穿回去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贝壳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往下给它继续编织 那我们的第一排呢 看起来完完整整就像这个样子啦 我们现在呢 是在上面给它再继两个空针 这个时候呢 要给它稍微的要往回转 也是要像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那样 然后是要空两个 大概是空两个空到这边的一个地方 刚好这边是有小的空洞洞 所以我们要把这边呢 也是要给它算进去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是要给它转过来 然后差不多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了它的最后的一个地方 我们直接在上面的地方呢 给它多往上走两个针 然后再给它穿在我们的小孔当中 然后再继续的话呢 是又隔了两针 然后穿到下面两个小孔 一针两针往上走 然后再绕一圈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到了最后差不多往上继续的编织的时候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种办法的话呢 或者是这种方式 会让我们的围巾 是更加的这个温暖和毛茸茸的一点 会更加的立体一点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针脚变得更密一些 我在其中的地方的话呢 是又给它多织了几针 然后现在我是差不多到了最后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头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地方呢 都给它是拉紧 那我跟大家再展示一下 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围巾是怎么样给它做出 它的一个底部的 然后这个模式的话呢 或者是这个针脚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也特别的简单 所以在这边会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直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一个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拜拜